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这首歌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 等我们的安心姐妹一起唱这首歌 我们弟兄姐妹就一起开口 为我们所认识的家人 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不论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况是如何 或许甚至真遭遇患难 或许甚至在低谷当中 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 也用我们自己来祷告 或许说我们的信仰也在一个低谷当中 我们走到路 然后我们自己来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旦祷告 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许问 叫什么心意 我们一开口祷告 我们就有一个很亲密的感谢 我们想神圣上感谢的时候 神他听我们的祷告 他知道使我们的心里面有能力 有力量来面对 所有一切的困难挑战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祷告 祢 星辰 鲜明 在主神面前各走地 我要向祢 升天下来 为祢 慈爱的真实传统 在祢 地球之中立起来 我要跟祢 别恶魔走位 以祢 慈爱永远成真 我随心在困困难中 祢 必须 隐藏我收获 我要跟祢 别恶魔走位 以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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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 我 父 琴 祢 荣耀祢 我 父 ifice 祢 正听 我 父 祢 马 归习 神 我 父 晴爱的真实 ser 是 无论从祢 地球之中立起来 祢 板 价浜 价值 你要 伤ť 咱非 借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向祢的盛天下 每一次来我真实守在祢 我要歌颂天和华教会 以彼此来永远成全 我随心来奔不怀难中 与你许你将我救活 我要歌颂天和华教会 以你一定的有荣誉 我不求是你意义与我 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我要歌颂天和华作为 我要歌颂天和华教会 一起举行我们的圣誉 向我们的神 向我们的感谢 你来一起来歌颂祂的作为 因为在过去的一天 祂是无可地抚弃我们 祂鼓励我们使我们心里有能力 来面对所有我们的困难与软弱 你一起来歌颂祂 参美祂的名 祂是无可地抚弃我们的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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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谢谢你 来到你以前 我们所说的妈 这是一个八卦 你永远没有离弃过我们 就算我们得罪了你的时候 你能跟我们所约 但是你告诉我们 你的寡教跟责备 深度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好让我们更明白 你手来的一定寡教 但是在这个道路里面 我们知道你不离不弃 也帮助我们在你的道路里面 也是不离不弃的 那我们的道路 很真实的感觉到 神你在这世代里面 所向我们所施洗的管教 也施洗了救恩 更加施洗了 不要感知好每个道路 让我们在你面前 每天都是很扎实的 使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所接的果子 都一样的心情 一样的味道 一样的喜相之气 包括我们祷告 也包括我们在你面前 祷告 说我们可以摸找中原心理 更摸找自己在你面前 那一切一切不易 好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真的 这个好空自己 让我们所充满是神 完全的荣耀 甚至有时候我们很讨厌自己 那以前的那种样子 把住我们爱跟恨能够分明 我们不喜欢那个不义 我们只喜欢真理的感觉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完全 更加在你面显露神的荣耀 让我们生命里面因为喜爱你的真理 所有我们的样子 还有我们的心情 还有我们的周遭朋友 我们所连结的 全部都是神所喜悦的 这是我们的感恩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祝福 教会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祝福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保隆坏耶稣 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要用这种喜乐 来成就我们在神面前的喜乐 每个礼拜都是一个新的故事 我们带着感谢的心 跟旁边说耶稣爱你 好 祷告会是让我们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因为祷告是要 跟神好像做朋友 那个朋友是什么 是知心的朋友 弟兄姐妹希望大家都把耶稣基督当做你 知心的朋友好不好 不要当做一个债主 他欠我债 我欠他债一样 然后每天跟他抱怨 你怎么没有给我什么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 基督徒的人生的分别 OK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 生命的一个门徒 那我们都有门徒训练 请弟兄姐妹 我记得今天要做一个先说结论 不要随便说我是神的门徒 神说你要算清楚 如果你算不清楚的话 你不要随便说你是神的门徒 OK 首先一开始就是 耶稣在一个法利善人的首领 不是法利善人 而且是法利善的首领 他家吃饭 那法利善人的首领就是 他是敬钱的 里面最敬钱的 他是最尊贵里面最尊贵的 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常想 我们到这个执事的执事头里面 或者这个教会的监督里面 我们战战兢兢的 他这个 但是耶稣在那个地方 他们就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 窥探耶稣 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知道窥探或者是找画饼 都是我们心中的一种 吃饭吃那种饭实在是很 感觉的出来不对劲 不对劲 所以我们了解有时候 吃吃喝喝不是那么简单的 弟兄姊妹 你们小组有没有常吃喝快乐 吃喝快乐的时候 有没有防备的心 没有 弟兄姊妹 有没有说我吃这块臭豆腐 可能你没有换多少毒药 有没有 没有嘛 你吃喝喝有没有快乐 弟兄姊妹吃喝快乐很不容易 要找到非常内聚的朋友 才能够吃喝快乐 弟兄姊妹 所以你要好好珍惜 你有吃喝快乐的朋友好不好 就是你小组里面 还有你的属灵的好朋友 弟兄姊妹 但是这种吃饭快乐吗 在华利塞人首领家里吃饭 明白了他们就是要窥探他 这种吃饭快乐吗 不快乐 这个夜席很丰富的 这个犹太人首领开玩笑 有这种身份怎么可以吃随便的 一定是非常丰富的 当然弟兄姊妹不快乐 因为整个酒席里面 所充满的就是画饼 你觉得呢真的吗 你吃看看嘛或者是 然后我们就是好像鸿门医院一样 然后他在面前有一个换水骨的人 水骨就是水肿 手脚都水肿的这种人 然后耶稣对律法师跟法利塞人 所以席间都是这种人 就问他们一件事 我问你们 其实可以治病吗 其实他们就是要试探耶稣 现在耶稣你看到这个换水骨的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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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就直接问他们说 你们说 不要你们直问 我先直问你们 也不要直问 我就直接问你们 你们说可以吗 弟兄姊妹请注意 他们在这个地方不说话 不说话 既然你不说话 耶稣就直接医治他 然后叫他走 然后呢 才问他说你们中间有 谁有驴有牛 在安息地吊在井里 不利时把他拉上来 他们怎样 弟兄姊妹这个不说话 你知道这种不说话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我 我没有办法 就是 真的 我心里面都知道是你对 但是我就是抗拒就对了 但是我说不出理由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就好像耶稣说 你们当时当中 谁没有罪来出来打他 他们怎样 不说话 他们来问 耶稣 这个纳税给该撒都可以吗 耶稣说拿一个像来 这上面是谁的像 该撒 那该撒归该撒 上帝的归该撒 就他们回答什么 他们都不回答 无言可以回答 就气得要命就走了 他们问耶稣说你占了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 耶稣说那你们说 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 他们怎样 不然我们是要怎么做得好 说一说 他如果说这样就要说 他就说这样 干脆说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听众姐妹 这些这种话语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要了解 很多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牧师在这边讲话是明明的说话 明明的说话 你觉得不对 你告诉我吗 为什么在私下 急急处处 然后在背后再一次控告 这耶稣在被抓拿的那一天也是一样 耶稣说我平常在圣殿里 明明的对你们讲到 你们不来抓我 因为你们找不到任何花柄 但你们私下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生命里面的很重要 自意 自己以为是公义的一个心结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最可怕的就是魔鬼会提供你 最可怕的就是自意 请大家注意自己 自意的感觉 然后耶稣在这个自意的感觉 跟至高跟自卑做一起讨论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在宴席里面 就用这种比喻 你了解你自己吗 如果你去请吃饭的时候 不要看到那边有一个好位置 这个位置离那个酸酱牛排最近 我就坐下 弟兄姐妹 如果有人 先生不好意思 等一下哪一位首长要坐这里 妈坐这里 你就这样子 好吧 会不会不好意思 一定不好意思 一定不好意思的 弟兄姐妹 所以耶稣说 以后你们去任何地方 一开始就直接坐在最后面的位置 然后旁边的人会跟你讲说 先生 你的位置在前面 往前走 真的往前走 那就站起来 往前走 弟兄姐妹 所以圣经说 至高的必将为卑 至卑将生而高 也就是说 你好好思想 你的位分 请你常常把你自己放在你本来的位分的后面 然后你的生命会发现一件事 你看得清楚很多事情 你的位分 你把 比如说你是十分的位置 你去坐在五分 你会看清楚五六七八九十 知道吗 如果你是十分的位置 你自己去站到二十分的位置 人家把你从二十分请到十分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都是你的羞辱 大家了解吗 所以生命最大的聪明就是夸自己的什么 软弱 然后有一天 其实你是 你的程度是这么高 然后你是坐在最低的 但有人请你到最高位置的时候 你会从最低的走到最高的 然后看到这重建所有的心情 还有喜乐 如果你说最高的 人家从最高帮你请下来 你会从 比如说你是十分到二十分 你会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这些人都成为你的羞辱 好 这个当中还是比较好解释 然后现在耶稣又讲到一个事情 就说 如果你请吃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户主的联赦 恐怕他们也请你 你就得了报答 请注意哦 你就得了报答 这句话就是重点 也就是互相挽来 他不欠你 你不欠他 他不欠你 你不欠他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这样办 你要怎样办 请那些贫穷常会 瘸腿的 瞎眼的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报答你 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报答你 谁会报答你 上帝 弟兄姐妹 偏偏我告诉你 你在这世上法你所做的就是要得谁的报答 上帝 弟兄姐妹 请记得一件事情 今天神在纪念我们所做的 然后神在天上说我要报答你 因为你做了很多世界上没有办法报答你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做这种事情 但是如果你自意 你常常所教这个接洽的或者来完的都是什么 接洽来完都是高位子的人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在神面前没有被神祝福的机会 没有任何被神祝福的机会 为求主能够保守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你要得到报答 要尝试思想 那些人没有办法回报你 神一定会回报你 那我们就说 难道我们都不能跟这些好朋友吃饭了吗 我们都每天从来到教会 教会找不到残疾的 找不到贫穷的 斜腿的 只有牧师走路不太方便 牧师来吃饭好了 弟兄姐妹 找不到这 弟兄姐妹 请注意 不是说你不可以跟那些 互有点吃饭 而是不要在那边请来请去 招待来招待去 因为你会把它当做你的面子 你互相一起吃饭 OK 吃喝快乐 但是自己付钱等等 大家快乐 那我想这个东西还是小事 我真的要想是下面这个 弟兄姐妹 神就那个地方就有说 哎呀在神国一起吃饭的人 真的是有福了 那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 在神的宴席里面 请了很多的客人 那我们看 很多的客人 很多的客人 那耶稣今天在这世代里面 请了很多客人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神国的宴席 对不对 但是神又提醒我们 看 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那些 没有一个得着的宴席 欸很不客气的喔 没有一个 也就是说 耶稣在这边不讲客气话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所以在神面前不要侥幸 啊我咧 你说我不行 啊那他咧 啊他咧 弟兄姐妹 神说 我本来就没有说都要啊 你说那几个 那几个都没有啊 我没有做好 那几个也没有做好 他也没认证 他也没认证啊 刚刚好你讲的 全部都没有办法得着 一个都没有办法 一个都没有 好什么意思呢 神说 在这个时代里面 神要邀请你进入到神国度里面 属于神的那个道路 然后这时 请的时候 众人一口同音的怎样 推辞 啊弟兄姐妹 他们是不是讨厌神 讨厌讨厌这个家族 不是 他们要说 我很忙 我要去买一块地 你知道吗 我多忙啊 然后 第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真的我不去test一下不行 这个一定要去 第三个说 我才刚取得去呢 要带他去都命业 要去哪里玩 所以我不行啊 不行 所以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请弟兄姐妹 注意 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 来到神的家里面 我们常常思想 今天要祷告会 要什么 你们的理由都千奇百怪 有人 连 皮再痒都是理由 还有 今天 早上 就发现 今天头有点痛 聚完会时间的 那个时间 7点到9点聚会 9点以后突然病都好了 就发现哎呀 这个不 现在可以去管街了 要聚会期间 都有点不舒服 不舒服 好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就开始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当你的家人出了车祸 或者很严重的时候 你不管多累 你都会去对不对 因为你爱你的儿女 因为你爱你的家人 但是你说为了神的缘故 我们用的理由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们来思想 神就 我常常讲到这句话 家主在这个地方 耶稣用比喻是说 发怒 动怒 什么叫动怒呢 意思就是说 这些人全部都是被神邀请的人 都是被神眷顾的人 都是被神特别放在内围的人 都是被神特别照顾的人 我邀请你宴席 就是你是我至亲的 最照顾的这些人 所以你们这些 被我最照顾的这些人 我邀请你们 但是你们一个一个 跟我讲那些五细三的理由 就一个一个都不能来 那这个 主人就很生气 就好像我常常恩典在你身上 但是 需要用你的时候 你讲了一大堆 我自己的想法 我就是不高兴 我就是不喜欢 我不习惯 那我都喜欢 我喜欢我自己的想法 弟兄姐妹 其实在教会里面 这种事情很多 很多 那我也希望大家 也对我自己有这个勉力 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神邀请 去宴席的人 有没有高兴 神邀请你参加他的夜行 你高不高兴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只有两种情形 有被邀请 跟没有被邀请而已 你如果没有被邀请 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被邀请 然后讲 五根 四根 三的理由 那你就是 神就会很生气 大家知道 五根 四根 三是什么意思 五 四 三 这有也好 不也好 那随便你乱讲的 好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这里说说 他就跟仆人说 去把那些 有问题的场景都叫过来 都叫过来 然后叫来的时候说 还有空位 主人对仆人说 到那边 把其他的也都叫进来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以前瞧不起的那些 根本不合规矩的那些 为什么都成为神的仆人 有时候你会发现 倒是那些人愿意接受 神在这个故事里面 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 我们是领受恩典很多的人 领受恩典很多的人 我妈妈那边 我是第七代基督徒 我爸爸这边我是 对不对 我妈妈是第七代 那我就是第八代了 那我就是第八代了 送恩就是第九代了 那我爸爸这边 我是第三代基督徒 那留下来忠心侍奉的不到一半 不到一半 这是什么表属表嫂 表什么 然后很多 后来就失落了 我常想一件事情 对我自己的很大的警惕 我如果蒙受恩典之后 我开始走我自己的路 第一 我会变成一不快乐的人 我所谓不快乐的是 来教会就不快乐 在外面就很快乐 因为在外面我有成就感 一来要教会我就讨厌牧师 我就讨厌那些长子 因为他们没有合我的心意 合我的心意 然后我们就开始不喜欢不快乐 弟兄姐妹 请你注意 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你必须要承认 有一天你的小孩也不喜欢教会 反正你的小组也不喜欢教会 你所结的果子也不喜欢教会 那不叫做闯徽 那叫结党 而且整个党都离开教会 这个就是一个生命里面 神会发怒的事情 神会动怒的事情 我们来看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圣经继续说 有几多人来跟耶稣同行 他们转过来对他说 耶稣就对他们说 人若爱我不胜过 请注意 不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 而你弟兄姐妹和自己的姓名 就不能做门徒 这一句话 用背的比较容易 用做的比较难 各位姐妹 开始了 我们应该爱自己的家庭啊 顾好自己的家庭啊 顾好自己的事业 顾好自己的功课啊 那这些都顾好以后 再来教会 有没有听过 很多的福岛也都是这样教 我也常在想 请注意下面这个观念问题 顾好自己的家庭 顾好自己的事业 顾好自己的一切功课 然后 然后才来侍奉 这种观念 是不是等于 不照这种观念的人 是不是等于那些人 就是 不顾好自己家庭 不顾好自己的事业 不顾好自己的等 也只会侍奉 是不是等于 不是等于 这个观念很重要 如果你建立一个观念是 先顾好家庭 先顾好事业 先顾好功课 然后再来侍奉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我就是我的神 因为有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说 没有 侍奉摆在后面 因为 我爱的是神 不是侍奉 我当然爱神 弟兄姐妹 其实 你就是你自己的神 真正的观念是 你把神 唯一考量 他会开始选择 我要侍奉神 所以我要读这个 所以他并不会 如同你所谓的杰出 但是他一定会有用 一定会有用 最近我在看这个 这个 电视讲到一些科技人才的时候 讲到台湾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 很多时候出在 跟大陆现在很大不一样 就是 他会以 以这个 应用产业为主 也就是说 如果你 学位不够 但是你能够生产 我鼓励你真的要生产 你在做的时候 我鼓励你真的做出你的产品 然后就发现 当我没有把握 资金不够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资助你 真的把它做出来 有产品 台湾的问题出在 硕士的论文 好不容易写完论文 论文以后 论文以后 不会做产品 有理论 不会做产品 因为没钱 博士有很多论文 研究出来以后 没有产品 没有产品 因为我只要通过就好了 我就有博士学位了 但是没有产品 因为做产品 没有资助 没有厂商 所以我既然有得到博士就好了 所以台湾一直出现 没有产品的一个 没有实际上可用的 一样的 所以就是 一直没有办法 有一个脚步 往前踏 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不能说 我读圣经 读圣经 读圣经 到后来没有应用过 因为要应用的时候很难 很难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注意看 帮我打出来 OK 来 请注意 如果你不爱 你爱我 没有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 你就不能做门徒 这句话是不背实际下 比较容易 这个比较能够背 但是不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这里 你有没有爱你的家庭 你爱你的家庭 换在耶稣基督的后面 请大家注意 我爱我 我爱主 胜过爱自己的家庭 其实等于 我把主带到我的家庭 了解吗 我把主耶稣基督带到我家庭 因为我先要主 我把主耶稣基督带到我的工作 我把主耶稣基督带到我的功课 带到我的思想 我什么都以主耶稣基督为主 并不是我不爱我的家庭 我是要求 我是期待 我是梦想 耶稣基督进入到我所有的里面 弟兄姐妹 下面这个例子 哇 很多人不太会解经解这个例子 他做这个例子 有时候解释刚好相反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 不先算好花费 能盖成不成 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 看见别人都笑话 这个很开的功 不能完成 那干脆就怎样了 或者一个人往出去跟别人打仗 不先坐下来酌量 能用一万兵器打两万吗 如果不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趕快去派人去求和 所以很多人解经解这个都会说什么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没有把握就不要去做了啦 没有办法建堂就不要去做了啦 没有办法侍奉就不要啦 不要勉强啦 对方姐妹 对方姐妹 请注意看 圣经要解经要很清楚 上面在讲不能做我的门徒 下面在讲不能做我的门徒 好 以下时间请你用稍微专注的心情跟着 好对方姐妹 他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样 这样就是这个 这个故事的这样 你们无任何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要算能不能成功 他的意思就是说 请你算好自己 是不是真的能够撇下所有的 然后全心全意 领受神的恩典 领受神的旨意 如果你不算清楚 你在神面前只撇下一半 我一半跟随主 一半有我自己的想法 那你就是没有算清楚 你不想领受神完全的恩典 你想一半靠自己 一半靠神 你就是算错了啦 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一定输的 你一定输的 所以你要先做下来算一算 你真的能够全心全意跟随主吗 你真的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吗 如果你真的能够撇下一切 以主为你百分百的话 你才稍微可以说 做我的门徒 只要你一做我们门徒 你一定得胜的 阿们 各位姐妹 最怕的是 有一种教导 站中间 世界也有一些 教会也有一些 各位姐妹 这种人永远都不会快乐 什么不会快乐 谁说我不会快乐 我说的是来教会不会快乐 因为他不喜欢牧师 他不喜欢教会的体制 因为教会没有合他的心意 然后他在外面 就有大家肯定他 肯定他 各位姐妹 这种人 最可怜 两边没有得着 他算错了 他不会计算 所以上礼拜我们有没有说 请你要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 叫你得着智慧的心 有没有 你在算什么 你在算你的一盘一盘的好菜吗 你算错了 你那一盘一盘的好菜 二十分钟后就立刻被盘拦击了 知道吗 这就是人生 让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今天我们要站在神面前 好好计算 好好计算 你真的有在做神的门徒吗 如果你真的有在做神的门徒 请你百分百以神的事情为念 那你以神的事情为念 你会很快乐 你会吃喝快乐 比那些在外面吃喝快乐更快乐 你他们一桌 一桌两万块 你一桌只有两千块 但是我告诉你 一桌两千块会吃的比较快乐 因为都是平凡人 请你不要跟高级的人一起吃 你会很不快乐 各位姐妹 我希望有一件事情 生命 有一个很昂贵的祝福 就是神爱你 神爱你 那你要神爱你 你就必须要全心爱神 如果没有的话 神会生气 动怒 我给你那么多恩典 也给我讲那些五四三的理由 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说 如果你算不清楚的话 你就不能做门徒 然后最后一句话说 盐本来是好的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本来 每个人都是盐 对不对 因为你们是世上的盐 所以重点就是 我们这礼拜的茶经有讲到 你必须要有心香之气 你不能在神面前是一只鸡 走过去都没有味道 但是你烤过之后 它就有什么 好吃喔 烤鸡 煮过烤过都会有味道 麻油鸡 弟兄姐妹 一只鸡 把挖毛 然后什么摆在那地方 上面只有餐饮一只吃它而已 要料理过 弟兄姐妹 一样的 盐弱式的味 没有味道的盐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盐 你终久后来没有味道 你没有味道的盐 神奇说 它在田里面 在粪堆里面 都不合适 都不合适 没有个地方 高级的地方 卑贱的地方 都没有人要 那是只好丢在外面 那这里又听到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弟兄姐妹 我们这边有耳的 有几个 弟兄姐妹 神说的事 你心里听得下去吗 我们做一个整理 做一个整理 弟兄姐妹 你真的认识自己吗 有时候我不太认识我自己 因为我常做 我心里面 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真的 我立志要做的事情 他说做不到 我觉得那不应该的 为什么我会去做呢 有时候我不认识自己 弟兄姐妹 我们来想 脱离律法的制义跟控诉 第一个你要做到一件事 不要以为你自己是义人 真的在教会里面要学习 不要以为自己是义人 你第一个做得到 你就会很喜欢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发现你是一个罪人 来到教会会神的保守恩典 你是一个被神的恩典 忽视的人 你就会很感恩 感恩而不是批判 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最大的智慧就是 请站在卑微的地方 站在卑微的地方 这就是智慧 所以保罗说 他抓到一个秘诀 就是喜欢夸自己的什么 软弱 你夸自己的软弱 从你软弱到真正的你 这一切你都看得清楚 然后神不但 不但让你到真正的你 而且还要继续往上提 身为至高 你就会发现智慧在这个地方 就匆匆满满在你身上 第二个 不要寻求人的报答 因为这个圣经说 到那一天 到那一天 反正你在这世界上 没有求人报答的那些事情 神全部报答你 结果你在这世上 神在那一天 神说 你不但什么东西都要叫人家看见 而且根本不是你做的 你还自夸是你做的 所以你在天上什么都没有 而且还背上很多欺骗的名 我们求主再次引导我们 不要自夸 不要自夸 自意自高自卑自夸 这些都是很大的危机 一人互活的时候 神说 那你这一辈子安安静静所做的 神通通全部要报答你 全部要报答你 我上次学习 在神面前 啊 我的能力只有十分 但是神所交托一百分的重担 我都觉得很高兴 护神的二 我眼睛看是一百分 但是很奇怪喔 我跟神说 我愿意的时候 一背起来 一百分很轻耶 弟兄姐妹要不要 要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同工最怕牧师又去外面飙工程回来 我告诉大家 本来5月27 全球祷告日 然后 因为 我们那个时间被旅展拿去 那昨天我们开会 大家都说 真的还是神经教练姐 找不到 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宏达 帮我看 不然喔 4月1号护活节好不好 他一查马上传过来说 护活节可以 我马上报告说 那护活节可以 那我们就改成护活节 当然所有牧师都很高兴 他们很高兴 当然很高兴 他们都不用负责什么 弟兄姐妹 4月1号就马上到了 弟兄姐妹 牧师又标一个工程回来了 很快就要做了 但是我很高兴 很高兴又可以折磨我的童工了 因为我的童工又在这当中 会被神大大使用 大大使用 弟兄姐妹 台南式的复兴 并不是你在那边 神啊 参加特会 神啊 神啊 复兴就来了 台南的复兴要向神说 摩西到我这边来 我要叫你去 到埃及去 把我百姓带出来 诶 怎么可能啊 我左口笨色 不行啊 神说我要用你 弟兄姐妹 今天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后来我们决定好以后 后来我昨天校友去跟市长讲 说我们4月1号 有一个全球祷告日 然后市长看一翻一翻 就说 好我会参加 我会在这当中一起来参与 然后我希望去年所邀请的校园团契 学院等等 我们今年要更多了 那我们动员所有的年轻人 在下一世代 弟兄姐妹 我们年长的不要说 牧师 你又动员年轻人 那我们这些老的怎么办 弟兄姐妹 不要再 不要再说老的啦 弟兄姐妹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是年轻人 但是你一定要希望是我们下一代起来 要不然我们下一代完蛋了 魔鬼在这很多的这个世界的运动里面 把年轻人全部整肝都拿去 然后年轻人在世界的模式里面 他们享受他们的 已经开始觉得 为什么要跟教会 我们教会还好 但是很多教会年轻人都不见了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好 第二个 不要忽略今天神在你身上 宴席的邀请 不要忽略 不要跟他说 我今天我要买五个五头牛啊 我要去买什么啊 弟兄姐妹 你的理由没有一个是坏的理由 全部都是正当的理由 但是说老实话 没有那些事情你也活得下去 没有那些事情你还是可以做得很好 弟兄姐妹 我们大部分都是 谈塞自己的理由而已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今天神使用我们的时候 你要不要试试看 跟神说 我立刻改变我 schedule 我碰过这种弟兄姐妹 而且蛮多的哦 我今天就要用你的时候 他一看 那天我什么事情 但是我妈打电话问 瞧瞧瞧瞧 可以 我就跟神说 我可以 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 凡他所行的 神都祝福 人到我这里来 如果不胜过自己的一切一切 包括什么 包括性命 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做神的门徒 要 弟兄姐妹一定要啦 不能说要不要 是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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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昨天我们请那个 蔡安璐 还有陈隆明 还有 暂停正在我们 那我就说 你们一杯喝咖啡 他们就说 高牧师 你不要再问我们要不要喝啦 哈哈哈 你就 你就点了 你问我们就怎么回 我们怎么回答说不要呢 或者要呢 你就点就对了 哈哈哈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问神说你要不要做神的门徒 不要问我们啦 不要问我们要不要做神的门徒 弟兄姐妹 告诉你就是要啦 要 你做神的门徒你一定得胜的 一定得胜的 因为神为你作战 但是神说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做门徒 这是一个问题 不是你要不要做门徒 而是你有没有资格做神的门徒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很奇怪喔 我们 要求弟兄姐妹参加门训 参加这个教会训练 只有一个要求说你要参加教会 财经祷告会 因为居然 看剧呢 我为什么要参加财经祷告会 为什么要参加教会 为什么要配合教会 我不配合教会我也可以带小组长啊 我就觉得 居然理直气算可以讲这些话 弟兄姐妹 这叫不配做神的门徒 今天在神面前 不是以为你能够做什么 乃是在神面前 能在神面前 是一个 我如果不撇下这一切 知道这一切分别 弟兄姐妹 你占一半一定不能 你占一半一半世界一半 这个教会一定不能 你什么时候能够到一个地步 是全然站在神的教会里面 全心全意 包括你的工作 包括你的家庭 包括你一切一切 所有神全部祝福 所以我跟弟兄姐妹 你以事奉为第一优先的时候 神祝福你的全家 神祝福你的一切一切 以前我还不敢讲 现在我越来越敢讲了 最少活了一大半辈子 神没有对不起过我 不但没有 而且是加倍祝福 但是我常在神面前说 我全然投入 全然投入 弟兄姐妹 那我看到很多 一半一半的人 他们都不快乐 不快乐 我所谓不快乐 是来教会不快乐 因为不喜欢教会 因为教会不合他的心意 牧师也不合他的心意 但是很多人 全心投入的时候 他们就很爱教会 而且很快乐 而且他们的儿女 很快乐的在教会长大 而且他们儿女都很可爱的长大 所谓可爱的长大就是 谁说一定要经过叛逆期 谁说儿女一定要经过叛逆期 谁说儿女一定要跟你吵架过 弟兄姐妹 我只求主一件事情 大家祝福我们教会所有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面要讲真的 要讲真的 另外就是保护教会 所以不惜得罪很多 很多不同的教导 如果你听到 要以别的事情代替耶和华的 请你要认知 那是错误的教导 如果说不对不对 要先好弄好自己家庭 那是错误的教导 非常错误的 先弄好自己的事业 那是非常错误的教导 我很生气这种教导 弟兄姐妹 因为我知道神教导的不是这样子 神要你全然以神的事情为念 然后神就祝福凡你所做的 凡你所出所入 还有所工作田里在城里所做 全部都祝福 那些虎都追上你 生命级28章 自己一看 请大家注意 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是那么的喜乐 好 如果你会算的话 如果你不会算的话 你就不能做神的门徒 你会算的话就要算清楚 百分百属于神的 你算清楚你一定赢 你如果算到后来 发现你一半为主 一半为世界 你就赶快去跟敌人求和好了 如果你算是一半为主 一半在你的工作或家庭 然后两边斡旋 你赶快去跟人家求和好了 或者你赶快停工好了 因为神不会帮助你 真的 如果你算对的话 全然为主 你是神的门徒 神负责到底 你一定得胜 一定得胜 我求求我能够保守 让我们在故事里面 能够一起来思想 千万不要变成无用的言 失了位 你已经不像 所谓失了位就是 我一半教会 一半外面 多半都是这样 多半因为他们又不敢 没有教会的味道 因为我是基督徒 所以又不敢没有站在教会 但是我常在世界得力 在世界有我的位置 所以这种人在神的家里面 没有味道 他只有记号而已 所谓记号就是 我的名字叫基督徒 但他没有味道 所谓有味道就是 你一进来 大家就感觉到 烤鸡的味道 吸引虾之气 煮过的 烤过的 这是神特别 特别烘焙的 好 弟兄姐妹 要不然 你换在田里面也没用 甚至换在哪里也没用 换在哪里也没用 米田供里面也没用 弟兄姐妹 在神面前 没有用 就是丢掉 好多人都是丢掉 好多人都是丢掉 都是在教会 长长久久的人都丢掉 因为他们到后来 以自己的事情为念 都怎么样都没有用 我求主能够再次引导 在神面前的故事 我们请牧者善来 我们求主能够在新的故事里面 引导 在2018年 说真的 最近在感祷告里面 发现 几乎每个祷告都在应验 都在应验 还有神给我们应许都在应验 神在这时代里面 要做祂奇妙的作为 然后神在这世界里面 要行出那个 末后世代 所有预造的那种真相 全部都会出来 全部都会出来 那你预备好了吗 如果你看到这种景象 你还不知道耶稣快来 你还不知道生命全然 那真的是一个很愚昧的人 那我们求主再次 帮助我们 站在一个全然预备好的位置 成就神的上功 听众教师 只要求一件事情 坐下来好好算一算 好好算一算 你是不是全然属乎神 如果不是的话 赶快听众好了 如果不是全然属乎神的话 请千万不要说 你是神的门徒 因为会得罪神的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你要成为神的门徒 坐下来好好算一算 如果你是神的门徒 一定得胜的 但是你要算 是不是全然属乎神 全然 百分百 不要有任何理由 安静我们心 为自己祷告 好不好 因为圣经要我们 做一个有味道的基督徒 每一次祷告 每一次圣灵的恩告 每一次在神面前 对我们说话 在我们查清的时候 圣经说 在那时候 把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你们留意 那些引诱你们的人 但是圣灵的恩告 会在你里面 教导你怎么来分辨 我们一定要有圣灵的恩告 弟兄姐妹 圣灵的恩告就在这时候 要高默在你的生命 跟你的灵里面 使你有智慧 使你看得见 在你看得见的时候 那样喜乐 是无法 无法描述的 我们真的体会过 就好像耶和所说的 我们亲眼看过 亲身体验过的 要告诉你 这是真的 你踏在这条道路 百分百 你就听得见 耶稣对你说话 所以你不要去羡慕说 耶稣对他说话 是因为你不完全 所以耶稣没有对你说话 你一完全 耶稣对你说话的故事 就是那么清楚 也那么真实 各位姐妹 你愿意来到神面前 说神 我要成为 那 神宝贵的器皿 我要在神面前 歇习自卑 我要在神面前 完全属乎神 我要在神面前 算清楚 我希望能够做你的门徒 你愿意来到前面来 我们会为你祷告 我们希望在故事里面 每一回 都有很特别的故事在进行 每一回都有特别的 荣耀的故事 在这时代里面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而我们在神面前 不要有自意 不要以为自己 因为 面子实在是 面子实在是 不重要 真的 面子实在是不重要 灵魂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灵魂在神面前 被神说 我要你 我厌重你 我看见你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神会管教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每一回在这边的祷告 并不是一样化红入的祷告 每一回在这边祷告 是神的荣耀 神的荣光 照耀在我们生命里面 照耀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开口为自己祷告 好不好 我们自己 如同圣经所说 算清楚 你现在的观景 是不是全难 全难 百分百 属于神的 我愿意撇下所有 包括生命 都愿意是属于神的 我就发现 背十字架的故事 不会很难 但是要很大的决心 要很勇敢的决心 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 勇敢的 走出去的感觉 好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成就神 那宝贵的应许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 我们都愿意是你的门徒 在这时代里面分得很清楚 是你的门徒 跟不是你的门徒 是属于神的 还有不是属于神的 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 但是我们还是很清楚 我们有心跟没心 差别很大 我们还是很清楚快乐跟同心 跟不快乐跟不同心 还是很清楚 同样的教会 同样的圣天的故事 那时候 甚至法利赛的首领 他根本居心就不良 我们也常在思想 我们不愿意做这种 外表敬虔的人 我们想做一件事情 是有一天 我们在你的国度 误活的时候 你会一样一样 报答我们的那种人 我们会在这世上 去尽量关心那些 帮助那些 在宴席里面 以那些 不能报答我们的人 帮助他们 因为在生命里面前 你全部都看见 而我们在神面前说 主啊 我是你的仆人 我就是要为你而活 我不需要掌声 但是我听得见 天上的掌声 我不需要地上的人报答 但是我们天上 天上生命之后的记录 求主你帮助我们 做一个聪明的人 做一个在树林有智慧的人 做一个在树林里面 看得见圣荣荣荣荣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在树林里面 分别为圣 让我们站在圣殿的祷告当中 就能够明白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拣选 是多么的宝贵 领导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领导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还有在你面前 这样守主日跟所有的故事 都能够一一的成就 神灵的风跟神奇妙的拣选 因为来到主面前 来到主面前 我们就是尽尽的祭祀 我们分辨出来是属于你的人 是你拣选的树类 是属于你的国民 是神灵的儿女 你叫我们要一天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见证 曾经带我们出黑暗路 光明者的美德 要宣扬 所以说帮助我们 不要再宣扬自己了 好好宣扬 把我这个必见的 变成荣耀的那位耶稣基督 我活就是要为这个 为耶稣基督而活 谢谢你 在我们祷告里面 求主你帮助我们 彻彻彻彻彻彻彻的 分别出来 奉主耶稣基督御 来赤责魔鬼撒旦切作为 帮助我们在你面前 真的把那骄傲的心除掉 让我们在你面前 谦卑柔和 有你的样式 有你的祷告 有你的心肠 在这当中献上感恩 这是神灵的教会 求主你亲自保守 看不到完全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